我从小学的时候 当老师给我们作文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总是会把教师当成是我的愿望 因为我想把我所知道的华文知识 传授给我的学生 以前的教学设备 没有像现在的那么先进 所以我当时的教学设备 我的教学内容都得用粉笔 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的 用手书写出来 现在的学生学习华文没那么热忱 我得用一些像录像 或者是一些动画片 来引起他们的兴趣 当年我会花很多时间 在学生的身上 所以有时会忽略到家庭和孩子 所以现在有时想起来是有点内疚 我读的就是能够为新加坡佩议 很多优秀的下一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